从4月15号开局的这一周 多少人的心脏病估计都烦了 今天是17号 反弹了 但是依旧不值得高兴和乐观 我说点心得 我觉得从长远来看 这是好事 一定要乐观 我可不是唱高调 咱们可以从中外股市的对比中去找到线索 也可以从A股的历史上去挖掘点启发 还是那句话 我不谈股市 意思是我从来都不去分析后市 我也不信技术分析 就是一点心得吧 其实做投资 自己的内心世界很重要的 这就像修行一样 你的内心才是你制胜和失败的根源 4月12号 国九条发布了之后 我无话可说 也不能多说什么 所以没办法 13号我就发了一个微头条 它就是一张图 不过可惜 看的人不多 阅读量只有一万多 我说 福西祸所遗 祸西福所系 长的时候别得意张狂 跌的时候也别沮丧绝望 阴阳交融 水火一线中要保持亲情 这不仅是古海真地 也是人生的大智慧 那这意思 我觉得也够明显了吧 对于我来说 我是不相信这种东西的 也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 多保持一份清醒 不要一出力好就激动 这容易掉坑里 当然了 你从短期看 确实是没有什么大用 但是从长期来看 确实有助于A股 向着国际上的成熟股市 靠拢 如果说国有条 真的能够板上钉钉的执行下去 大概也就三五年的时间 我们的A股就算有救了 你看炒股的朋友们 都特别的羡慕美股 说人家美股十几年牛市 夹着那么高的息 股市就又又又创新高了 有这种认知的朋友 我敢说 九成以上应该都不知道 美股是怎么回事 美股创新高 它是指数创新高 是美股大概不到十个头部的高权重股 不断的创新高 它可不是百花齐放 不是大部分的股票都涨 这和A股是绝对不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A股的股民 用我们自己A股的投资方法 去投资美股 99%的可能性 你会血本无归的 甚至一天时间 你的资产就归零了 买美股 你只能去买指数基金 或者投资的不超过20家公司 那么你大概率 那是挣钱的 你要说 我看美股哪家小公司挺不错 我买它的股票吧 我跟你讲 那是很危险的事 比A股还危险 这两天大家也看了 我们的股市 中小微被杀得很厉害 这就有点国际特色了 说实话 国际上大多数的成熟股市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主流的投资标的 也就那么有限的几个几十个 然后你看几千个 其他的中小微公司 那是要独具慧眼的 投对了最少也是几十上百倍的回报 如果眼瞎看错了 那就等它退市吧 血本无归 值得高兴的是 A股现在这个趋势 已经出来了 这是走了三十多年的探索之后 终于显露出来了 好像要正常一点的曙光 所以从长远来说 这是个好事 这两天上蹿下跳的 其实大家也不要焦虑 这就是市场在检测 哪些中小微的含金量高一点 我这两天也是在看 很多股跌下来 我跟窜息一样 而且今天还涨不上去 像这种东西 我们可以做个标记 以后离它远一点 免得雷劈下来的时候 连累到自己 而有些中小微就不错 前两天虽然说也跌 但是反弹起来也很猛 那么大概率是被错杀了 也可以做个标记 多跟踪一下它的财报和新闻 像这种有潜力的公司 一般情况下 要起来 最少也是有个五倍到十倍的涨幅空间 所以你不要怕追不上 最好要多看一看 多等待一下 我们有很多朋友 就是心太急了 不要心急 现在和年前的2600多点的时候 是有根本性区别的 年前的那一段 是信心崩了 基本上就没有人敢进场了 没办法了 国家队撸胳膊下场了 而现在你不要看前两天杀的凶 但是很明显的人们的信心还是在的 要不然今天依旧不敢有人下场 只要说信心在 剧烈的上蹿下跳 它其实是个好事 风浪越大鱼越贵 大风大浪 它才能把沙子最底下的黄金给你冲出来 小风小浪的 你还真是不好挑 有些老朋友可能会好奇 我自己的操作 我也说说自己的思路 我从年前2600多点 就抄底进场 当时是建了三成的仓位 到现在一点操作也没有 我没买也没有动 也没有卖 动都没有动 这两天的波动对我的损伤不太大 利润一直都还在 因为我是以权重白马为主 另外加了一个场外的胡深三百的基金 年后的这一波上涨的利润还行 防火墙建的比较厚 建仓的时候 我是做节目说过的 我说计划用一年左右的时间 建仓到七成 当时有人就说你这时间太长 或者说你可没有再建仓的机会了 其实这都是操作心态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这样 你做过一次操作之后 最少有三个月的时间 你就不要再动了 把时间尽可能的拉长 这样你才能少犯点错 即使说你错失了建仓的机会 那还可以追涨 其实在右侧追涨 这才是正确的操作方法 但是你怎么确定它就是右侧呢 那就只能把时间拉长 其实在A5 不管你挣也好 赔也好 也不管你入坑的时间有多长 只要说你经历过 这都是一笔财富 A股它和全世界其他的股市都不一样的 它整个操作的思路 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中国的股市是最锻炼人的地方 不光是财商 更锻炼的是人的心胸和眼睫 其实中国的A股 还不如澳门的赌场 那是地狱一般的环境 所以所谓的技术派它是没有用的 那就唯有把它当作一种修行一样去操作 急功近利的肯定是不行 患得患失的那也不行 手中持骨而心中无骨 跳出室外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 我认为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希望和大家共勉吧 祝我们都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